那么接下来回到上一期 说现在单元工程 我们评完了 那到上一期 叫什么东西了 就到分布工程 单位工程 以及工程项目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第三节 第三节 就是0073 我们施工质量评定的要求 实际上这一节呢 讲到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就讲了分布工程 我们单位工程 再到我们工程项目 它的质量频率 质量频率 也就是说我们足迹会组的 到上一期了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 是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质量等级 为合格和优量量级 那么由于你看 我们最接受的是分布工程 单位工程项目 说呢 它的质量只有两级 合格和优量 但是这一句话 你要注意了 注意了 是如果说是对我们工序工程 不划分工序的单元工程 施工单位在自评的时候 它的结论有三个 不合格 合格和优量 那当然施工单位 自评完以后出现不合格 那怎么办 就要处理 处理完以后怎么办 一定要达到合格级以上 这时候呢 它才 钱这个质量评定表 这个质量评定完以后怎么办 合格级以上以后 才会报到监理单位 这就是我们这一句话的含义 你一定要给业搞清楚 所以这个合格标准是什么 合格标准是验收的 标准 也就是我们这一句话 注意这一句话的内涵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在验收的过程中 工程验收的过程中 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合格 你不能写优量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优量等于是干嘛的 优量是为了工程项目创优 也就是我们要评 讲 因为是我们水利工程里面的最高假象 水利行业里面最高假象 大于讲 那走吧 那我们就要看 你这个项目的 它的优量等级 这就是我们第一句话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我看看 随随着你看 你只明白了第一句话以后 你就明白后面一句话 说我们单元工程 工序工程质量 达不到合格标准 说的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工序工程 不划分工序的单元工程 施工单位在自评的时候 出现了不合格 因为为什么不合格 因为我们工序工程和不划分工序的单元工程 我们评定什么 评定的是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里面包括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 那么就是在施工单位 自评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合格 我们前面讲过了 那么不合格的时候 怎么办 一定要及时处理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 我们是怎么 反攻重做 反攻重做怎么办 我们重新质量平定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 我们对于这种 不划分工序的单元工程 工序工程 不合格我们处理以后 说处理以后 它的质量等级怎么定 所以如果说是全部反攻重做的 那就重新评定 那么重新评定的质量等级 试试吧 又是三个 说不合格 合格和右梁 这么三个等级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我不反攻重做 所以干什么 说加工补强 那么加工补强完以后 说经过设计接力单位 接力以后 能达到设计要求 那么这时候来怎么办 说评委合格 注意这时候来就评委合格了 那么第三种情况 说施工单位处理以后 说工程的部分 注意说工程的部分质量指标 仍然达不到设计要求 说经设计复合 那么项目访人及接力单位 确认 说能满足我的 最主要的 说能满足我们安全和 使用功能要求 但是仍然存在着部分问题 那么就说走吧 可以不再进行处理 说基本上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那么第二种 或者是经过加工 加工补强 经过加工补强以后 给面了什么东西呢 说你这个 工序工程 或者是不化妇工序的单元工程 你的卫行尺寸 或者是造成工程 永久性缺陷的 那么就说来经项目法人 监理及设计单位 说确认 说注意 说的是基本满足我们设计要求 基本满足 实际上部分还是有问题 那么就说来 你注意他用了一个词 说这说来质量结论定为合格 说定为合格 那么前面讲的 你看第二条是什么 说平为合格 到第三 这种情况 就是定为合格 实际上这里面有部分是不满足要求 那咋办 说要进行质量缺陷备案 这就是我们概念搞清楚的 很多童子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说 说你施工质量等级是合格和优良 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不合格 你不是只有两个吗 合格和优良 那你概念要搞清楚 这句话的内涵是什么 概念搞清楚 概念搞清楚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分布工程正常评定 那么分布工程正常评定 大家注意一下子 它的结论只有两个 那么第一个合格 第二个优良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注意给大家列的一个表 在这个表里面 大家注意两个重点内容 两个重点内容 那两个 第一个 我们分布工程正常要评定 它的评定内容是什么 评定内容 是我们要进行分布工程正常评定 评定什么东西 那么最主要的 对于分布工程的印象 那评定下一集 下一集什么东西 下一集不就是单元工程吧 单元工程里面 包括一般的单元工程 和主要的单元工程 前面讲过了 说主要的单元工程 不就是重要的隐蔽单元工程 和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吗 这是主要单元工程 所以这是评定的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就是质量思故 及质量缩限 那么第三个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那么第四个 红泥土 或者杀量思建 那么第五个 金属结构 及起壁机制造 第六个 激烈产品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分布工程 正常评定的时候 评定这么六个内容 那有些学员可能会有疑问 说我们原材料 或者中灾产品 如果实际不好革 我们注意了 我们在合同里讲过 说你的原材料 中间产品 你如果不合格 那走吧 不能实在 使用在工程里面 这只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不是前面合同里面讲过吗 是的 这个呢 你要在分布工程里面用 一定是合格级以上 这是我们评定的 这就是我们分布工程 评定的第一个内容 那我们要知道 分布工程 正常评定 评定哪些内容 我们说六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掌握的 由于分布工程 正常评定 它的结论是 两个 合格和优良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要看什么 我们就要看 说 优良的时候 在合格的基础上 你增加的条件 增加的条件 也就是说 在合格的基础上 你增加了哪些条件 这时候 可以达到优良 那我们来看看 说对于单元工程来讲 你全部合格 其中 我们优良的单元工程 优良的单元工程 必须要大于等于70% 也就是说 其中70%级以上 要达到优良等级 那么第二个增加条件 主要的单元工程 全部合格 其中优良率 必须要大于90% 那么第三个 说质量事故 说分布工程 你要评定为优良 不能出现 任何的质量事故 说没有发生过质量事故 如果发生了一般 级以上的质量事故 那这个分布工程程 只能评定为合格 那么第四个不同 就是红尼组合 三辆世界 如果说当同一个强度等级的世界组数 说大于等于30组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红尼组合三辆世界 必须达到优良 如果说当同一个强度等级的世界组数 小于30的时候 这时候来达到合格就可以 注意同一个强度等级 这里边说的 红尼组的世界组数 说大于等于30组 必须要达到优良 说的是同一个强度等级 千万注意 不要把不同强度等级的世界组数 给它加起来 这里边概念搞基础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到了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那么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跟我们分布工程质量评定呢 掌握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么第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什么内容 评定什么内容 那么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凭什么 它在下一期 那就是分布工程 分布工程里面 包括一般的分布工程 和主要的分布工程 那么第二个质量评定 那么第三个 实际上增加了个质量减验项 叫做工程未观质量得分率 工程的未观质量得分率 所以工程的未观质量得分率 是什么含义 我们在后面再来讲 这实际上是一个检验项目 那么既然是针对的是 未观质量得分率 它是一个检验项目 那它的结论是什么 它的结论就有三个 说不合格 合格和优良 这是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两个资料 哪两个资料 第一个 我们单位工程 施工质量检验和频率资料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观测资料 因为你的单元工程 在施工期 以及在适用性期 你的观测资料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单位工程质量评定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 我们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为优良 在合格的基础上 增加了哪些条件 就可以评为优良 或者换一句话来讲 你评定为优良 跟合格 它们两个的差别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看 第一个 就是你的分布过程 全部要合格 其中70%几以上 要达到优良 那么第二个 你的主要的分布工程 必须百分之百优良 关于质量事故 你不能发生 较大级以上质量事故 也就是说 发生一般的质量事故 对于我们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是没有影响 那么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 第四个 我们外观质量得分率 如果说 我们一个单位工程质量 评定为合格 就是那外观质量得分率 必须要大约等于70% 如果说我们单位工程 质量评定为优良 就是那外观质量得分率 必须要大约等于85% 这是第四个不同 那么第五个不同 也就是我们质量检验和频率的资料 合格是基本齐全 但是优良的时候要求你齐全 这就是单位工程 那么接下来就是到我们工程项目了 工程项目了 那么工程项目了 大家了解一下子就行了 实际上 它评定内容我们看一看 这评定内容凭什么 工程项目不就是由单位工程构成的吧 所以它评第一个单位工程 那当然单位工程里面包括一般的单位工程和主要的单位工程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观测资料 揭露了我们工程项目评定的揭露两个 一个是合格一个优良 那么优良你看看 你所有的单位工程全部合格 其中70%以上的单位工程呢 要达到优良 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单位工程 百分之百优良 这就是我们现在封程质量评定的 那我们现在你看看 关于对于汇总的 四个我们要衡量对比 那四个你看 划分工序的 划分工序的代表工程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布工程 那么第三个我们的单位工程 那么第四个我们的项目 关于它的下一集我们汇总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 划分工序的单元工程 要求如果评定为优良 你的所有工序全部合格 其中优良工序是 要达到50% 大约等于50% 那么主要的工序工程 必须本分之倍优良 到了分布工程 你的下一集单元工程 全部合格 其中70%要达到优良 而你的主要的单元工程 优良率必须要达到90% 那么到了单位工程 它的下一集分布工程 70%要达到优良 那么其中 你的主要的分布工程 100%优良 就是说我们这个表来横向要对比 一定要去对比 这些汇总的时候一定要去对比 实际上质量频率的时候 有些学员说我这个数字机场 混向掉 实际上就几个数字 一个50% 一个50% 那么第二个70% 那么第三个90% 第四个100% 一顾就这么几个数字 那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单位工程 质量频率为优良的时候 你的工程的外观质量 得分率呢 是一个85% 这是一个特殊的 不就这几个数字吗 是的 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我们第二个内容 就是我们施工 质量频率它的组织要求 注意 就是我们频率的组织要求 什么叫组织要求 主要是一些动词 不要乱用 考试里面考求错 就是你的动词 它的求错 考什么东西呢 主要考监理单位 项目法人单位 质量加读机构 它的动词 实际单位都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 单元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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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施工单位 你自贫合格了 那么监理单位是什么 注意 监理单位它是复合认可 主要的单元工程 那么这里面说的 主要单元工程 前面讲过了 包括两个 一个是重要的 隐蔽单元工程 第二个是关键部位的 单元工程 那么施工单位 自贫合格 实际上前面何都讲过了 监理单位是干什么 隐蔽过什么 那就抽减 抽减合格以后 则办 项目法人 你注意是核定 那么质量监督机构呢 注意 是核贝 是核贝 那么对于丰富工程来讲 实际单位 自贫合格以后 则办 监理单位 你注意 是负合 项目法人是什么 项目法人 注意是认定 质量监督机构是什么 是核贝 但是对于大型枢纽工程 主要建筑的分布工程 注意是核定 只有这一种特殊情形 说大型枢纽工程 那么大型枢纽工程 那就是一等 二等工程嘛 制定工程嘛 它的主要建筑的分布工程 这时候来要求 质量监督机构量是核定 其他的 全是核贝 这是我们做第三个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看单位工程 那么单位工程 我们要进行质量频率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增加了一个检验项目 就叫做什么 工程外观质量频率 所以说呢 你看工程的外观质量频率 我们怎么组织啊 说单位工程完工以后 完成以后 注意说项目法人组织 在我们施工管理里面 基本上都是项目法人组织 如果换一句话来讲 如果说 在我们的实务考试里边 说讲到了我们施工单位组织的 那基本上都是错 施工单位组织的 只有一个编项 编制 专项施工方案 其他的全部是错的 所以呢 项目法人组织工程各质界单位 也就是说组织谁 你看 监理 设计 施工 另外一个工程用心管理单位 成立一个未观正常评定组 那么评完以后 这时候评的结论 大家注意 有三个实际上 实际上这三个的是施工单位自评的 施工单位自评的时候 第一个是不合格 那么第二个是合格 第三个是优良 施工单位不 评定位不合格 那走吧 就整改 整改了以后 必须要达到合格和优良以上 这时候呢 才会告诉项目法人单位 说我现在 工程的未观质量评定好了 好了 说好了吗 那好了 项目法人就组织 监理 设计施工工程用心管单位 就成立评定组 那么评完以后 这时候呢 你看 合格和优良 这个评定结论呢 由项目法人报的质量监督机构 注意是核定 什么叫核定 核查确定 说明我们工程外观质量 它最后的结论谁来定啊 是由质量监督机构来定 出来 这叫做核定 你的项目法人 评的是一个初步的意见 最终的 未观质量的结论 是由质量监督机构来确定的 叫做核定 那么我们项目法人组织 工程外观质量平定组呢 你注意 人数呢 不少于五人 注意 这个跟我们平瞄委员会不一样 平瞄委员会是五人以上单数 这里边没少论数 说人数呢 不少于五人 大约等于五人 说你六个人行不行 可以 但是平瞄里面 平瞄委员会 不能直接六人 好了 说未观质量平定完了 现在干什么 现在就进行 单位工程质量平定 单位工程质量平定 大家注意 说在项目法人之前 跟我们分布工程是一样的 你看 施工单位自平和额 接力单位是复合 项目法人是认定 认定完以后 最后单位工程质量 由项目法人报到质量间 多机构是核定 也就是说我们单位工程 它最后的评定结论 是谁来确定的 质量监督机构 你的施工单位自平 监理单位复合 项目法人认定的 这只是一个戳破的意见 最多的结论 由质量监督机构来确定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工程项目 工程项目呢 就是说是汇总了 说出来施工单位不参与了 就是说你看 接力单位是什么 它要统计评定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单位工程 要进行统计评定 评定完以后 对吧 项目法人就认定 那么对于整个项目的工程质量 由项目法人 由质量监督机构来核定 考试里边 别人基本上考什么 监理单位 项目法人单位 质量监督机构 它的动词 基本上是动词用错的 让你找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七 说你接到验收钱 质量监督机构 一定要向政府的验收机构 要提交一个工程质量的评价意见 评价意见 那么第八个 说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应该按照有关规定 在工程救护验收钱 一定要提交工程的质量监督报告 工程的质量监督报告 对我们工程质量 是否合格 一定要明确的揭露 说合格还是不合格 一定要有明确的揭露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实际上我们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质量 所以关于质量 一定要有明确的结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说我们未观质量评定 它怎么评的 我们未观质量评定 它的评定 注意它的结论 实际上封城三个 时空待位自评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是不合格 那么第二个是合格 那么第三个是优良 这么三个结论 这是实际上封城的 那么什么时候合格呢 就是你的未观质量得逢率 说你的得逢率 如果大于等于70% 这就合格了 如果说你的得逢率 大于等于85% 这时候就优良了 如果你的得逢率 小于70% 那就货好够 那我们看看 说这个得逢率怎么算 得逢率怎么算 得逢率怎么算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敌方工程的 我们首先看 它的得逢标准 说未观质量等级 与这个标准得逢 它的关系是什么 说如果说评定为 等级是一级的 未观质量 那么这个什么就一级了 就说你的检测 检验检测项目 你的检测点的合格率 如果说100% 那么这时候的评分得 这个评分就是它的标准分 你比如说这个标准分30分 那就得30分 那么二级什么呢 就是你的检测项目 你的测点的合格率在多少 说测点的合格率 是大于等于90% 小于100% 那么对出来 它的得分是多少 它的得分你注意 就是这个标准得分 再乘上个90% 你比如说 它的标准得分30分 再乘百分之90 那就得27分 那么第三 说三级的等级 什么叫三级等级呢 也就是说 你的检测项目 你的测点的合格率 在多少 说大于 等于百分之70 小于90% 这是我们三级 那么就说 你的得分都好了 就说 这一项 标准得分 你比如说30分 这一项的标准得分 这级多好了 百分之70 那就等于多好了 21分 这就是你的得分 那么第四个 就是说 你的平均等级是4级 什么叫4级呢 也就是说 你的检测项目 你的测点的合格率 小于百分之70 那么这时候呢 你注意 说这时候呢 就是四级 四级呢 在我们评分的时候呢 就是零分 这就是我们各校 它的评分 那么回过去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评定得分 评定得分呢 你看告诉你了 说这是它的标准分 这是它的评定 等级得分 分成四个等级 一级 一级呢 就是我们的检测项目 百分之百合格的 那么二级前面讲过了 你的检测项目的合格率多少 合格率你看 是百分之九十 到百分之多少 小于百分之一百吗 那么就是来 我们去评分二级 那么这个得分多少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打勾 那就得分你看 说这一个项目 如果这个地方打勾 它的得分就是 30再乘上个0.9吗 那就是27分吗 好了 第二个 如果说它是三级 那么什么叫三级 那么它的得分在多少 说你的检测项目 它的合格率 70% 小于90% 那就是在这个范围里边 那么就是你的标准分 再乘上百分之七十吧 那你看 这个是十分 再乘百分之七十 那这就是七分 7.0分 如果说第三项 你看你的得分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等于多少 那就是标准分 那就是十分 如果说你的第十一 你看 具体的排列 说它属于四级 四级什么东西 说你这个 你的检测项目 合格率小于多少 小于百分之七十 那么这就是你的四级标准 四级标准来的责办 你看 拿它再乘上一个 是吧 那就是零分 你看 等于零分 所以我的确分 现在这个没有 这就没有 那我就不评 那么现在看看我们应得分 我们评了几个 你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吧 那你的应得分 等于多少 你看 这边是三十 再加十四十 再加这个是五十 说你的应得分 是五十五分 实际得分得了多少分 你看 这边二十七 这边你看 十 这边七 这边你看 不是三十四吧 四十四吗 哦 你的实际得分 四十四分 那么你的得分率多少 那你说44 再除上 五十五吧 再乘个百分之一百 这里面的我们读 小时点后面保留一位 百分之一 也是小时点后面保留一位 哦 这个算出来 你看等于多少 你看等于五分之四嘛 五分之四 那你就好了 这整个百分之一百吧 等于多少 就是等于八十点零吧 好了 那就等于你看 百分之八十点零 八十点零 八十点零 按照前面的标准 你看 它是大于等于百分之七十 小于百分之八十五 所以它到什么 这是我评出的揭露 这个外观质量平定 就是合格 这就是我们外观质量平定率 注意说我们平定得分 我们一级 二级 三级 对应我们的检测项目 你的检测者的合格率 你能得到我们它的标准 考试里面可能别人告诉你 一个这个分值 说检测的合格率是多少 对吧 这时候呢 我们皮特说呢 就要得到它的平分标准 也就是说一级标准分 二级百分之九十 标准分的百分之七十 三级就是标准分的百分之七十 那么四级呢 就零分 不要再算 这就是我们说的 外观质量得分率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案例题 看看案例题 那么这个案例题呢 说的是一个什么 分布工程质量平定的 我们来看看 所以某一个分布工程 分还多少 418个单元工程 那么这418个单元工程呢 质量全部合格 那么其中说276个单元工程 质量等级优良 那我们看 我们单元工程优良率多少 说这个是276 再除上一个 你看418 乘个百分之一百 那么这个呢 小于百分之七十 说你的一个分布工程里面 你的单元工程 优良率小于百分之七十 这个分布工程质量平定是什么 只能平定为合格 只能平定为合格 为什么 因为你的单元工程的优良率 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 是主要的单元工程和 重要的隐蔽单元工程 优良率是86.6 这个呢 你看 第二个小于百分之九十 说我们分布工程质量平定为优良 你的主要的单元工程优良率 必须要大约等于百分之九十 说呢 这是第一个没达到优良的 第二个没有达到优良的 所以说呢 这个分布工程质量 你看 等级为合格 正确 说为什么没达到优良 两个 那么第一个 你的单元工程的优良率 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 那么第二个 主要的单元工程和 重要的隐蔽单元工程优良率 没有达到百分之九十 是呢 只能评定为合格 好了 下面你看 讲了什么东西呢 评定组织 说这个呢 分布工程经施工单位自评 合格 接力单位复合 分布工程项目仿然是什么 项目仿然是认定嘛 质量监督几个 这核定 那就错掉了 对于一般的分布工程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合败啊 合败啊 只有什么样的工程 才是 分布工程才是合定啊 进来讲读几个 大型输入工程 主要借助的分布工程 才是合定 但是这个在配颅子里面没有啊 说明这个分布工程 是个一般的分布工程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合败 好了 这就是第一段话 那么第二段话 我们看看 说在分布工程施工完成以后 啊 说根据水滴水滴工程 施工质量平定 规程 说进行了什么 分布工程质量的平定 说分布工程质量平定 平定的内容 包括什么 原材料的质量 中间产品质量等 别人要考虑 说我们分布工程质量平定 平什么 除了背景资料里边的 啊 我们的单元工程 啊 我们的质量司固 还有什么东西呢 原材料和重质材料啊 除了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 那我们说 啊 我们分布工程 平我们的 下一集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里面 包括一般的代表工程 和主要的代表工程 那么第二个 质量事故和质量缺陷 那么第三个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那么第四个 我们哄泥土和 撒加事件 那么第五个 金属结构起皮筋 第六个 积构产品 把后面的几个补起来 啊 这就是背景资料 看看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 说明 本分布工程质量等级 说达不到优良的理由 是什么 两个地方达不到优良 那么第一个 你的单元工程的优良 你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 那么第二个 你的主要单元工程 和重要的隐蔽单元工程 优良 你没有达到百分之九十 说了 他只能是合格 那么第二个 说让你指出 并且改正 你这个质量评定 组织的不妥 那就是我们质量和 安全监督机构 核定不妥 怎么改 是核败 那么第三个 说除了背景资料 锁列的之外 分布工程质量评定 还包括哪些内容 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答案 说的答案 所以你看 大家思路要很清楚 思路要很清楚 思路要很清楚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 我们第七章生活管理 市场评定 那么这一章 大家注意 再回顾一下子 一定要搞清楚它的原理 每年必考 这一章每年必考 毕竟考什么呢 就是考案例 考案例 就是在我们三十分的质量里面 它是核心内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思路 一定要把这一章篮 一定要搞清楚了 一定搞清楚了 不能丢分 那当然这里面还做了一些补充 这些补充内容呢 大家要掌握 那么这一讲来 我们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